我个人预测国航版主机和完整港服商店 也相待不久后与我们见面 届时主机与三家也终于正式全部在中国汇聚 如果这一切真的发生 那么对于国内游戏玩家来说 2019年将是被我们永远铭记的里程碑 到那一天我们再来好好的催爆一波吧 最后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想用此前17号消息刚发布时 观众朋友那句话来进行结尾 我们经历过最坏的游戏时代 我们也在迎来最好的游戏时代 我们是时代的见证者 哈喽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上手我得先说一句 最近的新闻实在是真的太多了 先是千呼万唤使回应的八方旅人众文化消息 突然实锤 紧接着大乱斗Joker和能玩出花的地图编辑模式 随后被宣布18号更新 昨晚刚玩了一晚上新开服的茶杯头和50刀铃 还想着今天应该没啥事了吧 结果就是爱折腾不嫌事大日经社 又爆出了Switch新机型的消息 见怪不怪 反正从去年10月一直到前几期节目 只要我一说大家又要讲 Switch不可能有便捷款 大概率没有新机型 要买趁早买等等等等 这可直接略过 终于风平浪静的到了下午 突然毫无征兆的这条消息来了 没错 配合年初系统中文和越来越多的中文化游戏 下半年的豪华大作阵容 正统宝可梦续作 港人的进一步完善 还有最关键的 我基本已经断定下半年必出的新机型 这个时间节点 终于可以确认Switch将正式进入国内市场 并由腾讯来代理国行版本 再经历过神游的教训 以及结合昔日市场的环境 时至今日早已天差地别的实际情况 老任此次鞋 Switch全球大热之士 选择无论在资金经验 规模影响力 以及渠道等方面综合看来 都有在国内顶级实力的腾讯进行合作 再度进军中国市场 确实是最优之血 而个人猜测 腾讯也想借助本次合作 来提升自己的品牌与其他游戏 在主机圈 尤其是海外的影响力 两个都在各自领域 是绝对的老大 可谓是一拍即合 所以对于接下来 腾讯对广号版Switch的推广与宣发力度上 我是一点都不担心 尤其是本世代Switch 对新玩家们的口碑与影响力 都空前巨大 本身在前期水货横行 游戏购买门槛也不低的情况下 陆陆续续的玩家们 就已经构筑了一个 成规模的生态圈 现在腾讯一旦加入 再结合下半年 我们都懂得一堆影爆点 国内Switch玩家圈 来一波爆炸式增长 指日可待 更好的推广服务 来撬动更大的购买潜力 而增长的市场 也将带动厂商 对国内玩家潜力的进一步重视 良性循环一旦形成 更普遍的中文游戏 自然不在话下 还有一点就是 作为目前对独立游戏 最为友好的主机平台 Switch国航推出 无疑对国产独立游戏 尤其是微game上 许多高质量作品 有着重大意义 我们也有望能看到 更多的国内团队 能借助这波势头 来不断成长 成为国内游戏产业新的希望 当然相信 绝大多数朋友们最关心的 肯定是这次合作 所带来的国航班Switch 除了上述那些 从商业角度 对市场发展态势推测外 对玩家们究竟会带来 哪些不一样的体验与感受 由于目前官方 还会公布具体细节 合作有多深度 以及所不所趋 我们暂时无法来下定论 但至少可以根据 目前市场状况与经验 来做一个大致的猜测 首先国航开售 对玩家们普遍来说 最大的好处 无疑是会带来 更稳定的主机和游戏价格 方便省钱的售后与支付选择 还有还有 更快捷好用的 下载与连机服务 毕竟我们都受够了 基准定价缺失的市场下 游戏动不动就能买成 理财产品的日子 也几乎不少朋友 都经历过摇杆飘移 不知道怎么买游戏 和怎么支付 等等等等 一系列的困扰 更别提连机稳定机 与下载速度 绝对是所有Switch机友们 都最为盼望能改善提升的所在 而几乎可以肯定的是 这些在国航发射后 都会得到一定程度上的解决 即使现实当中 有许多早已购买主机的朋友 或新玩家们不买国航版 但国航的一系列影响 依旧肯定会为大家 带来实惠与便利 还有索区问题 这也是对国航玩家们 影响最大的关键 此前一直被拿来说 是微game版猛汉世界下架风波 其实腾讯自己的操作 也有一部分原因 除了实体游戏外 eShop中的内容 一定会需要审核与备案 一般来讲 不出意外的话 老任自己第一方作品 过省应该问题不大 但不少第三方游戏 确实会比较寻 不过毕竟有前任经验 无论出于哪种角度考量 我都相信 即使所趋也一定会有解决方案 另外差距闲话 相比较另两家的国航游戏 老任恐怕还真的是 唯一一个能靠过省的第一方 就能撑起一个国航机的厂商了 当然无论如何 不管传统主机玩家圈 对腾讯态度怎样 也不管腾讯正式开售的是 老板机型还是新机 很快都将一一浮出水面 而对于我们来说 尤其是经历过国内 整个游戏发展各阶段的玩家们 在这个世代 终于能看到游戏主机 玉三家在国内巨头 也终于能看到 更多更本地化的中文游戏 还有对于用红白机和各代 一直陪伴着我们的掌机 以及马里奥 赛尔达 宝可梦等等作品 带给我们无数快乐回忆的老任 我想说一句 欢迎回来 这次就别走了 好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最后谢谢大家的收看 如果喜欢的话 请点个赞或者收藏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